好了,回到第二支,那怎麼樣?Eddie,你後面那位女士,你是不是想說說特朗普? 我特朗普就沒什麼特別的事要說,因為太特別了,我覺得她的女兒Kimberly真是超棒的 簡直是美版的韓國的北韓主播 這個比較少上鏡,在媒體上來說 對,之前她也做過叫做主播,但今次在共和黨的 speech 裡面 手部動作、身體語言的誇張程度又高八度 一聽下去,本身鬼妹都立,都不是鬼妹都鬼婆 真的不是很想看,今晚卡可以看多些 但是Kimberly問了一點,真的比較重口味 說其他話題之前都要補補,不然又被網友罵 都要概括一下剛剛過星期的市況如何 不要欠人家 金回了下來一點,去到1930 即是,貿易小了,沒有大爆邊向上還是向下 那就去回到1930的位置 那就是,美匯暫時都在93那裡捱得到的 如果股市的話,香港的新上市在香港 由ADR轉過來香港那些是吹得很厲害 譬如你看到京東又升得很厲害 然後阿里巴巴又因為買金服又回上市 很多不同的原因就升了上來 美股那方面可能由美股帶動 美股你見到蘋果已經穿了2萬億市值的 所以你記得之前都是蘋果第一間去衝破了1萬億市值的關卡 第二隻是Amazon 所以現在大家股額開始看到它又慢慢升上來 所以不知道是不是市...上次雷總很小可地地說一些技術分析之後呢 那不是說市的貿易的分析是比較小的 那不知道現在會不會是由多方面 嗯 不知道,這個星期沒有看到的 不過我仍然傾向是... 就是我過去都說過了 我就不太喜歡追一些熱炒 以及真的那個股市比較偏貴的 我就寧願是買一些...就是... 有一些... 轉趨一個緩和 又或者可能大家開始對疫情那個... 就是最緊張的時候慢慢過去的話 我都相信一些經濟周期相關的 會開始吸引到一些資金回流 那樣...就是追落後 那樣...所以... 我都會說... 因為...其實看回中國的情況 那當然中國就... 就是... 就是... 第一次出現了 因為最先爆發 也都... 叫做最先看到的情況 是受控的這樣 那樣... 所以其實... 就是你看中國那邊的那個... 叫做... 後疫情的一個發展的話呢 其實都... 可能有一點點一個... 就是... 指導性作用的 那... 一會兒... 再... 再講多一點點吧 那我其他... Kail 你有沒有看一些... commodities 譬如油那些... 有沒有... 就是因為... 叫做... 疫情穩定一些 油的概念 會不會說... 因為經濟復甦 有時候我看他都會... 就是... 借勢地夾一夾上去 說... 因為... 疫情過去了... 或者... 就是有疫苗了... 然後經濟會不會用多了油 然後好像夾一夾上去 升一升... 又不是說... 好像這幾天就... 墨西哥灣打風呢 然後油價也有少少... 夾一夾上去的 但是... 正如... 雷總之前說... 基本上... 油都是... 有波幅就沒有升幅 你去到差不多水位都... 不會怎麼升上去 其實... 你講開油呢... 不如我順便講... 我準備了那個... topic 先... 就是... 這個ExxonMobile... 就被人踢出了... 這個... 這個... 他的其中... 當然... 其實現在... 這個... 這個... 不是一個最重要的index 就是... 這個... 因為他的歷史... 因為他有個歷史地位... 所以... 都是... 都是一件事來的... 為什麼呢... 因為... 其實... 這個... ExxonMobile... 和Chevron... 的前身就是... 這個... Standard Oil... 而... 這個... Standard Oil... 就是... 1928年的時候... 就已經進入了... 這個... 自從... Standard Oil... 分拆成為... ExxonMobile... 和... Chevron... 之後... Chevron... 就有... 跌出... 過... 但是... ExxonMobile... 一直都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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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去到... 就是... 今時今日... 終於... 都跌出了... 這個... 跌出了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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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反而... 就會是... 入回來... 就是... 不是入回來... 就是... 因為... 大家都知道... 就是... 就是... 是... 就是... 就是... 就是一個很price rated的一個index 現在Chefron是在做80多元一股 Exxon Mobil只有40元一股 所以就變成反而是市值小一點的Chefron 可以留下來 但是另一個有趣的原因 就是為什麼Exxon Mobil會跌出了Dao Jones 竟然是因為跟蘋果公司的Stock Speed 即是一拆四有關係 話說就是因為Apple的股價 就進行Stock Speed 一拆四 Apple是四盒一定是一拆四 我都不記得 一拆四 一拆四 變成它的股價就低了 所以它在Dao Jones裡面 權重就小了 變相 就令到科技板塊 可以有空間 給另外一些股票換進來 所以Dao Jones就會有一個改動 就是Exxon Mobil 輝瑞 還有一間叫做 Raython Technology 就會換出 而換入的就是 Acty剛才說的 Salesforce.com 這個Honeywell 還有一間叫做 Amgen Amgen 就是換了三間公司進來 所以Exxon Mobil 竟然是被蘋果的動作踢走 這件事都頗有意思 以及換入了一間很新的 Acty可以介紹一下 Salesforce.com 是一間什麼公司 我又不是說很深入研究 但是 如果你平時是做一些 其實如果做計劃 都知道 例如你要入帳等等的方式 平時你都是儲存在電腦的地方 它都是一個cloud的應用 因為是將所有你的資料 公司的入單、出單、提貨 Inventory 所有的資料都放在cloud 是超級方便 因為 有時你老闆無端的問你一顆數 不好意思老闆 我回公司拿一顆數給你 但是那時候是weekend 老闆當然是不悲哀 什麼時候可以給我 我坐車 我的臉書出來中環 那就糟糕了 但是Salesforce.com 就是CRM 基本上是儲存在雲端 你基本上是 如果透過一個很穩定的 安全的網絡 去接觸到你的cloud 其實都是安全的 所以 基本上這個商機 在這個行業的界別 都是一個很領先的位置 而且 你越多客戶去使用的時候 你的儲存的cloud 或者你的quick data 越來越大 別人就很難更加競爭下去 所以CRM是真是有先行者優勢系 還有起碼最少我家公司 都沒有用一個cloud的 就是一個accounting service 當然我不知道他們會不會用 但是我覺得這個趨勢都是 用的機會很大 還有我覺得也挺有趣的 就是我想大家都會知道就是 恆生指數其實都是剛剛最近才撿過來 亦都是加入了一些 就是中國的一些科技股 也有一種藥劑的股 其實我覺得這個也是 不同地方 特別是 我想叫做 金融中心 或者叫做大的市場來說的話 他們需要就是 都不斷去更新 一個叫指標的股市指數 是以比較能夠反映 或者捕捉就是 那個地方的經濟 整個市場的發展 所以譬如說香港恆生指數 我想相信大家都會知道就是說 就是過去來說的話 大家都有一個救病 就是說恆生指數 都是主要是金融地產為主 都是一些比較 即舊的 即舊式的行業 跟現在香港的 就是整體的經濟發展 或者股市來說的話 其實就是有一點而脫節的 因為 特別是香港來說的話 其實就過去這麼多年 一直都是 中資的機構 一直下載一些科技 科網類的公司 所以我想恆生指數也都需要做這件事 還有來說的話 因為恆生指數大家都知道 只有50四成文股 但是香港的股市上市的公司 就是 說的是二千多隻 你要用五十間公司去代表一個 二千多間上市公司的市場的話 你真的要很小心、謹慎去選擇什麼的公司 你才可以有充分的代表性 以前來說 絕大部分是金融和房地產 那你怎麼可能代表到香港股市呢? 同樣地 就是杜瓊斯也是 杜瓊斯更少 杜瓊斯只有三十隻成份股 是的 那你以用三十隻成份股 去代表美國更加大的一個市場的話 所以你就更加要很謹慎地去 小心去選擇什麼叫做有代表性的公司去行業 所以其實都需要不斷更新的 那也都明顯地 就是今時今日來說的話 在美國的經濟其實大家都明白 就是智慧型 智慧型、智慧型、智慧型、智慧型 所以一些比較傳統一些 舊式的一些行業 譬如說能源的話 那老實講 這個真是 以前來說的話 會是叫做over-rescent 就是過度地代表做 所以需要做更換 更替 這個轉圈又到美國那邊獨棋子轉 這個世界其實就變得太快 因為你說的以前 我們是說2013年的時候 ExxonMobil 還是美國最大市值的一家公司 當時的市值都仍然是4,150億美元 只是短短的七年之前 現在已經說有2萬億市值的蘋果 ExxonMobil 只剩下180億市值 1800億市值 就是這個世界都... 其實一樣的 你看看香港也是一樣的 所以我相信香港沒多久之前的時候 那些人都還是... 匯豐 因為香港是一份仗來的嘛 就是... 香港股市而言其中的話 我也不知道他已經排到哪裏 還有中移動之前 也是其中一隻最重... 權重的成份股 現在就買了 是的 但是奇怪的一件事 最後雷總就是 為什麼Dow Jones 雖然是 匹那麼少股票 即S&P 500有500隻 Nasda 50 舉例有50隻 那為什麼Dow Jones 雖然是少這麼多股票 但是你似乎 回到S&P和Nasda 它都算是可以是... 都... correlated 當然整個疫情的升幅 是大宗是明顯比較低 但是為什麼以它 這麼少股票 以及又是以價格 去作為指數的升幅的時候 以及跌幅的時候 為什麼都是... 你捉述一個長時間 譬如十年 其實都是很接近的 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真的沒有認真去看過 大宗30間公司 一直以來 因為其實它也不斷有更新的 但是在更新的過程來說的話 那個轉變我又沒有說很貼 但是... 正如你所說 看回一段比較長的時間 Dow Jones 都... 譬如特別和S&P 因為Nasda就會差一點點 Nasda始終會比較多一些 Nasda的升幅是比S&P和Dow Jones 都高一點 但如果你說看... 只是比較Dow Jones和S&P 兩者之間似乎都比較近一點 這個是... 你只可以說Dow Jones那邊 去選股來說的話 就是... 選得都算是... 就是... 叫做... 保持到那個市場的開發 時間差不多了 這節 下次回來再說吧 好啊 OK